洒洒西风未水 萧萧落叶长安 英雄回首北芒山 虎斗龙争过眼 闲看坝桥杨柳 凄凉路冷风寒 断缠生理平栏干 不觉斜阳又晚 话说十六国时期 后召石虎的麾下 有一人低族的老将 名叫福洪 这位老将军 因为多有征战履历战功 先被拜为龙襄将军 又被拜为冠军大将军 西平俊功 福洪有个孙子 叫福生 这一年长到了七岁的年纪 小孩长得很好看 天庭饱满地格方圆 可是唯独一点 他先天性视力有点障碍 俩眼睛只有一个好使 那么身体的缺陷 让福生十分的自卑 敏感 暴躁 他有一个并不快乐的童年 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们 时不时的有人会嘲讽他 连他的爷爷 也拿他的缺陷开玩笑 有这么一天 福洪问福生 说我听说 你哭的时候 只有一只眼睛流泪 是不是真的呀 树怕扒皮 人怕阶段 谁也没想到 这么一句话 顿时让这小福生 发狂一般顺手 抽出一把小刀 罩着自己的脸上 就滑了一下 这个鲜血滴滴答答落到脚面 福生对福洪低吼 说这也是我的眼泪 福洪心下大惊 当下呢 对着福生就一桶鞭打 这福生呢 再次出言顶撞 说我生来只受刀斧 不受鞭锤 气得老福洪啊 这胡子都跟着乱颤 大声呵斥 你要再这么顽劣 我就让你终生为奴 福生是丝毫不在意 翻着白眼回答说 哼 那样 我倒是可以和时乐 相提并论了 时乐是后赵的开国君主 福生大呼其名 这可就是大不敬了 吓得福洪赶忙光着脚 捂住他的嘴 过后呢 专门对福生的父亲福建 说 你这儿子呀 狂辈无伦 应该尽早杀掉 省得将来做出 更加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福建有心 遵照父命 杀掉福生 可是心里又不落人 他的弟弟福熊也劝阻 说 小孩子不懂事 长大了不就好了吗 何苦因为这么点事 杀了他呢 福建呢 由此就饶过了福生 他这一饶啊 福建从此多了一个祸害 人世间呢 也多了一个妖魔 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聊五湖十六国的第十一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 在关修正式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钱秦啊 由五湖中的低族人所建立 以传统意义上的十六国而论的话 钱秦是其中最强盛的国家 没有质疑 比后赵呢 更加彻底的统一了中国北方 有差一点就完成了南北统一 而他所差的这一点 就是众所周知的肥水之战 前期呢 有关内容啊 我目前的计划是做两到三期 这一期呢 主要是聊肥水之战之前 从福洪到福建的一段历史 那么下面我们就闲言少叙 咱们正式开讲 低族啊 是历史上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 最早呢 在殷商时期 就已经有低人的记载 他们是世代居住在 今天陕西甘肃四川的交界一带 因为时常和羌族人交错杂居 一些生活习惯呢 也都十分相似 历史上往往将他们 并成为低羌 和匈奴鲜卑区别很大的一点 是羌人以农耕为主 那么前秦福氏 最早其实并不幸福 因为当年家里面 长有五丈高的蒲草 街坊四林呢 都称呼他们是蒲家 他们后来就索性以蒲为姓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蒲洪 他的父亲啊 是低族部落的一个小头目 十二岁这一年呢 父亲去世 蒲洪继任 小小年纪是萧勇多全略 乐善好施 赶上勇家之乱 蒲洪散出千金招揽四方豪杰 被敌人们退为盟主 刘耀称帝以后呢 降了刘耀 再后来呢 又投奔了石虎 蒲洪一直以来啊 是深受石虎的信任和重用 石虎病逝以后呢 十尊继位 当时负责后召西大门坐镇关中的蒲洪 因为燃敏的建议被师尊免去了雍勤都督的职务 这个蒲洪呢 恼羞成怒 回到自己的根据地方头 他就派遣使者 向东进投了降 很快呢 北方大乱 燃敏屠湖 大批的早就迁到关东的三群流民 成群结队回到关中故里 方投的这个位置 正好处于交通枢纽 这些流民呢 途经方投 共同推举蒲洪为重 就这样蒲洪的队伍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膨胀到十余万之重 东进的朝廷啊 任命蒲洪为征北大将军 蒲洪呢 根据草妇应王的谶语 将自家的蒲改成了符 自称为三秦王大禅于大将军 这个蒲洪在当时啊 有很多强劲的竞争对手 和他原本同属一个阵营的 枪族领袖姚一仲 就是其中之一 姚福两家啊 都想趁乱进入关中 占据有力地形 做大做强 很快这姚一仲 派儿子姚湘领兵五万来打符洪 结果呢 被符洪杀的大败 低族服侍 自此取得了进兵关中的主动权 得意的符洪啊 在打败了姚湘之后 说了这么一番话 说 故率众十万居行胜之地 燃敏慕容郡 指日可灭 姚湘父子 克制在我掌握之中 孤取天下啊 比汉高祖刘邦还要轻松 可惜这通狠话 说了没多久啊 这个符洪就死了 这个符洪怎么死的呢 原本同在狮虎阵营有一员大将 名叫马丘 马丘投降了符洪 符洪呢 很器重他 但是这个马丘 心怀歹意 一直想把符洪的这个符众啊 据为己有 有这么一天呢 马丘邀请符洪 来到家里做客 并且偷偷在韭菜里面下了毒 符洪中毒的这个反应啊 比较慢 一时没死了 他就赶紧让世子福建 去诛杀了马丘 临死之前 符洪特意交代符建 说我一直没有入关 以为中州指日可定 没想到今天却被小人所害 关中是行胜之地 竟可以一统天下 退可以坐守秦庸 我死以后 你们兄弟要抓紧入关呢 说完这番话呢 符洪就死了 应该说符氏后来的强大啊 应该首先归功于符洪 在临死前制定的这个决策 不久以后呢 符建筹准时机 兵分两路只取关中 这年的十月 符建是兵部雪刃 攻占了长安 三个月以后 在公元351年的正月二十 符建自称天王 国号大秦 立宗庙至百官 建立了这个前秦政权 符建以他的妻子强氏啊 为天王后 以嫡长子福长 为天王太子 弟弟福雄为丞相 都督中外诸军士 到了第二年啊 符建是正式称帝 一边轻摇伯父招揽人才 一边呢派出福雄福精 大杀四方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这个新生的王朝 遭遇了一次险些 彻底颠覆的危机 打南边来了一个牛人 这个牛人的名字 叫桓温 桓温啊 自圆子 东晋宣城内史 桓仪的长子 因为消灭了成汉 一时呢 威名赫赫 进而把控了 东晋的大权 有关桓温的故事 大家如果 希望专门聊一聊的 可以到评论区 给我留言 东晋永和十年的二月 桓温亲帅步骑四万 自江陵出发 北伐前秦 先是走水路 自襄阳入军口 再从西川 出武关 越秦岭 直取关中 与此同时 他命令蜀中的司马逊 兵出子武谷 走了当年魏严 向诸葛亮建议的路线 这么两路大军 相互配合着 他们就杀向了长安 桓温这一路 走的是比较顺利的 三月就攻入了上落 俘虏了前秦的 荆州刺史郭靖 他的部队 进入到了 今天蓝田县的南部 这时候 远在梁州的前梁 听说桓温北伐 也想凑入了分一杯羹 他们就派人 前去攻打前秦的 西南重镇 陈仓 就是今天陕西的宝鸡 面对三路受敌的不利局面 这个前秦的皇帝福建 选择集中兵力 专门对付桓温这一路 他派出太子福长 丞相福雄 淮南王福生 平昌王福京 率五万人马屯兵摇关 拦住进军的去路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 摇关的这个地理位置 十分显耀 过去摇关 就是关中平原 秦晋双方 很快展开了一场大战 前秦的淮南王福生 就是咱们开头说到的那位 在摇关下大呼突震 这个人在性格上 极度的偏执狂暴 与此同时 在武力方面 却有着格外生猛的表现 史书记载 他在长大以后 是力举千军 雄勇好杀 守格猛兽 早急奔马 击刺骑射 冠决一时 那么这一次 来到摇关 与进军交锋 浮生是单人匹马 冲入地震 桓文会下有缘大将 叫应戴 想要上前拦阻 二马一蹴凳的功夫 被浮生 大喝一声 劈落马下 这个时候又有一员名叫 刘洪的晋朝大将 挺枪催马来战 才交手了几个回合 一样被浮生给斩杀 桓文的前队 有此大乱 浮生是直刀玄武 出入自如 三国演义里边 写赵云赵子龙 为救幼主 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 前秦浮生的勇猛 比演义里的赵云 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济突阵 如入无人之境 冲进去又杀出来 来回共计十次之多 说浮生杀得兴起 秦军正要趁势掩杀之际 忽然听见 进军的阵后 发出一声好鼓 眨眼间是铺天盖地的凋零剑 好像飞黄一般就射了过来 浮生是毫不慌忙地拨打 偏偏背后有人狂叫 阴带悲酸 浮生回头看了一眼 刚好看见 有一人从马上摔了下来 退后几步 翻身下马 把那人扶起来一看 正是他自己的兄长 太子服长 身上已经中了两剑 浮生是赶忙保护着兄长回营 进军突然暴风骤雨般杀来 一场激战 眼见得前秦全军溃散 一败涂地 东晋的军队 是承胜而前进底坝上 和长安城只剩下二三十里的距离 这是前秦建立几年以来 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福建 进发城中精锐三万 派大司马雷若尔同领 与太子福长和平一处 守在南城 福建自己领老弱六千人 固守内城 黄文的部队呢 这时候驻扎在了坝水岸边的一处高地 从永家之乱开始 一转眼关中已经被胡人占据了四十多年 听说晋朝的军队北伐 驻军到了坝水边上 汉人百姓纷纷带着酒肉来捞军 男女老幼夹道为官 白发老者 有人流着泪 说想不到有生之年啊 还能再次看到冠军 说有这么一天啊 打营门外来了个人 点名道姓 要求见征锡大将军 黄文 黄文这时候啊 有意招揽人才 当下呢 传入寒暄落座 只看这人穿了一身粗布的衣裳 昂然就坐 是闷尸而谈 庞若无人 周围的人啊 都很惊讶 心说打哪来这么一个怪物呢 这人到底是谁呢 且听下一章节 说黄文在坝上的军营 接见了个奇人 此人是言辞机敏学识 渊博 兄中好自有万千秋贺 侃侃而谈之间 连黄文也不由得在心里暗自赞叹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这人说着说着 伸手入怀 淡定的从衣服里摸出一个狮子 谈笑间轻轻一捏 就让这个恶虫丧命于两指之间 面不改色 庞若无人 那份能把大俗升华为大雅的气度 一看就绝非一般的书生可比 两人谈论不止 黄文感到十分的惊议 当下问他姓名 这才知道此人姓王明猛 自警略 出身贫寒 夹在北海巨县 就是今天的山东寿光南边 禁书里边 有关王猛的记载比较魔幻 说王猛早年有奇遇 得一人相助 在话音山中隐居 学到多年 听说了黄文入关 这才出山相见 自治通鉴 则比较客观 说他是年少好学 替堂有大志 不屑戏物 人家亲之猛 悠然自得 隐居话音 说黄文和王猛 两人谈论了好半天 莫了还文问王猛 说武奉天子之命 将瑞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 而三秦豪杰为有智者 何也 我费这么大劲北伐来到长安 可是三秦的豪杰 至今没一个前来归附的 这到底是为个骂呀 王猛呢 微微一笑回答说 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 经长安咫尺而不渡坝水 百姓为之功心 所以不治 您来都来了 到了长安却停滞不前 人们倒是想来归附 哪摸得准 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有关黄文这一次北伐呀 一直是有一些争论的 王猛所说 其实是一针见血 此时的桓文啊 看似形势大好 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 周边田地的青苗啊 也被福建下令 提前收割一空 孤军深入 粮草难以接济 长安的这个福士啊 绝非善类 东边的慕容鲜卑 也统一了河北 桓文的政治目的已经达成 那么军事上就没有必要 再冒这个风险了 简单来说呢 这就是他当时不过坝水的原因 那么听闻王猛将自己心中隐秘 轻松点破 桓文是沉吟良久 才缓缓地说道 先生高才 江东无人可比也 随即呢 提出让王猛担任自己的军谋祭九 过后不久 桓文在白鹿园 又和福雄打了一仗 这一场呢 是禁军失利 折损了一万多人 到了这年六月 桓文权衡利弊 牵走百姓三千多户 退出了关中 临走邀请王猛啊 一同去南方发展 王猛并没有同意 晚言谢绝了他的邀请 桓文退兵以后啊 福建派太子福长 一路追到同关 辅展了禁军一万多人 又派福雄 先后击退了司马逊和钱梁的兵马 钱勤这才转危为安 刚刚要论功行赏 丞相东海王福雄 在讨伐叛军的途中 病逝了 福建听闻噩耗 哭到吐血 垂胸顿足着说 难道老天不希望我平定四海吗 怎么这么着急 就夺走我的元才啊 这个元才啊 是福雄的字 福建哭福雄 哭得情真意切 一方面呢 他是自己的弟弟 一方面 他是多年以来的左膀右臂 戎马一生 为钱勤的建国开疆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福雄死了以后 他的一个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 承袭了王位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 由于脑袋特别大 他的祖父福红呢 就给起了个小名 叫尖头 他的大名叫做福建 福雄病逝不久 太子福长啊 因为当初身重流箭 伤口没有处理好 伤势突然恶化 医治无效 英年早逝 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福生 因为在战场上表现极为生猛 又因为当时有一句 三扬五眼的称语 被他的父亲福建 立为太子 长子和弟弟的这个死亡啊 让福建深受打击 没多久呢 他本人也一病不起 临死前 以太师余尊 丞相雷若尔等八个人 并受遗诏辅证 又叫来福生 叮嘱 说六仪求帅 及大臣执权者 若不听辱命 一箭除之 但凡有人不听话 就可以想办法除掉 一边是安排大臣辅证 一边是叫儿子必要的时候 要痛下杀手 看似矛盾 实则无奈 转一天 福建病死在了长安太极前殿 十年三十九岁 太子福生 顺利继续成为了 前秦的第二个皇帝 开始了 他极其荒淫残暴的执政生涯 福生自长生 他是福建的第三个儿子 刚刚成为前秦帝国新的主人 除了大赦天下 福生还下令改元受光 改元这个事 如果依照传统 为了表示尊重 新军改元 通常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 福生不顾及理智 当年就要改元 那么这个做法呢 很快引来一众大臣的反对 福生是勃然大怒 赤退群臣 暗中派人去查 看看是谁在领头唱反调 这一查呢 就查到了辅政八大臣的 幼仆叶断纯 福生没有多余废话 找了个理由 把这断纯呢 就给咔嚓了 对于福生这个人啊 几乎所有的史书 绝大多数的论著 都认为 他是一个十足的暴君 我们依照史书来看啊 福生在位的这两年 除了杀人 基本上没干什么人事 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幼 亲书贵贱 杀心一起 众生平等 八个辅政大臣 从断纯开始 一个不留 接连成为了 福生的刀下王魂 其中呢 包括丞相雷若儿的 九个儿子 二十七个孙子 以及 太师余尊的 妻子十孙 有那个 负责天相的大臣啊 跟福生报告 说不出三年 国有大丧 愿陛下 休得 嚷哉 那丞相福生啊 为了灾祸 不落到自己身上 说皇后和我 并临天下 皇后死了 就是大丧 灾祸自然也就破解了 转回头呢 就手持利刃 让自己的正宫 粮食 领了何办 自己的老婆 说杀就杀 绝不含糊 其他的一些人 比如像老丈人 亲娘舅 也都不在话下 只要是触怒了 这位活颜王 一律叫你 甭想看到第二天早起的太阳 除了这些当朝的权贵 福生还杀自己的太医 说有这么一次啊 福生 头一天吃多了大枣 到了第二天呢 这个肚子就翻江倒海的 不舒服 传来太医一瞧 太医说 没什么毛病 陛下这是大枣 吃的有点多了 导致的 他这话一说出口 福生直接怒了 说你他娘又不是神仙 怎么知道我吃了枣呢 当下 命人把这太医 拖出去 就给砍了 又有一次啊 福生和自己的宠妃 在楼上看着风景 正巧呢 尚书仆叶甲玄石 从楼下路过 这个甲玄石啊 是当时的一位大帅哥 福生的宠妃 无意间问了一嘴 说这是什么人啊 没想到 这一句话掀翻了 无厘头的醋谈子 甲玄石 过后因此丧命 有理由要杀 没理由 制造理由也要杀 有那么一次 福生啊 出城游玩 路上遇到一对 俊俏的男女 让人一问 了解到这是一对 亲生的兄妹 福生顿时 心生龌龊 下令要让这俩人 强行为爱鼓掌 俩人说我们鼓不起来啊 福生说鼓不起来啊 鼓不起来你们就死吧 一对兄妹 无缘无故就这样领了合办 因为自己的眼睛啊 存在先天性的缺陷 福生呢 特别反感别人在他面前 说残缺偏执 少无不惧 等等一些言语 有那么一个倒霉的太医 在配药的时候啊 突然被福生问到 那个人身的好坏和配比成分 这个太医啊 顺口回答了一句 说虽小小不惧 自可堪用 虽然稍微有点不足 但是仍然够用 这么一句不惧 让福生认为是在讥讽自己 该太医在当天就去找阎王爷报了道 我们以往的一些节目当中啊 已经聊过了不少的昏君暴君 比如石虎 高阳 刘子彦 和这些人相比啊 福生的残暴 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那么一次 福生问左右服侍的人 说从哪我当了皇帝 外面都怎么议论我呀 左右回答说 陛下圣明 赏罚分明 天下为歌太平 福生突然变脸 说你你马这是在谗媚我啊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砍了 过了没几天啊 他又问起同样的问题 有了前面的例子啊 左右只好硬着头皮 说陛下在刑罚方面啊 稍稍微微有点过了 福生又变了脸 说你你马这是在毁谤我啊 这次也不例外 又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 死亡本身啊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得好死 刀枪剑戟 斧也勾叉这些啊 已经腻了 量身定制的各种锤子 钳子 锯子 鸟子 被福生呢 时常带在身边 放在左右 只要福生发话 这些器具啊 随时随地 都可以派上用场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变态啊 也就罢了 可是 偏偏这种人当皇帝 种种恶行 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大臣们能辞官的 纷纷辞官 辞不了的 得保一日 如度十年 说怎么还如度十年 因为每天 每时每刻 都是未知的 上朝就好比上刑场 浮生肆无忌惮的折腾 那么很快 也就折腾到了头 时间啊 来到前秦寿光二年 前面说过的 羌人领袖姚香 在洛阳 对阵东晋的桓温 吃了败仗之后 一路跑到了 今天陕西 渭南的北边 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站稳了脚跟之后 就开始在那里招兵买马 姚香的渐渐作大 让浮生意识到了威胁 寿光三年四月 他派出浮黄梅 浮奸 等人前去征讨 几人用计 把姚香杀败 并且勤斩了姚香 那么姚香的弟弟姚长 率领愚众投降 这个浮黄梅啊 本来是浮生的堂兄 扫除了姚香 这个隐患之后 本来应该是 加官禁绝 可是浮生不但不给赏赐 还多次当众言语侮辱 说浮黄梅啊 恼羞成怒 谋划要杀掉浮生 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 这个浮黄梅呢 遭到浮生的反杀 还因此 牵连很多王公大臣 掉了脑袋 有这么一天 这浮生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有一条大鱼啊 从水中翻腾而起 吃光了水里的蒲草 醒来以后呢 浮生越琢磨 这心里越硌 浮世本来姓蒲 这个蒲草被大鱼吃光 让他感觉是个不祥之道 又想到最近啊 长安流传一首童谣 说东海大鱼化为龙 南街为王 女为公 这个浮生呢 就把周围的人盘算了个遍 最后认定 这个东海大鱼就是当朝太师 鱼尊 马上下令把这鱼氏一门 来了个一勺会 上一章节咱们提到的鱼尊本人 加上他的妻子十孙 就这样丢了性命 如果按照史书中的解释啊 东海大鱼化为龙的称语 其实压根就不是在说鱼尊 而是当时的东海王福坚 说福坚的早年啊 像很多古代帝王一样 有这么几件令人称奇的过往 我这么一说 您这么一听 听到最后呢 我再给您归纳总结 有那么一天啊 福熊的夫人狗氏 到张水边上的西门报祠 去祈福求子 到了晚上 就梦见神仙来找自己 两人欢好之后 狗氏就有了身孕 十二个月以后 生下一子 就是福坚 说福坚出生的时候啊 有神光 从天而降 这个产婆给他洗去身上的血迹之后啊 发现这孩子背后有几个红字 渐渐长大以后呢 这个字迹越来越清晰起来 写的是草妇 陈幼土 王咸阳 这福坚啊 生来脑袋大 身子长 壁垂过膝 目有紫光 现实当中啊 如果真有这么一人 看上去其实挺甚的慌的 双手长过膝盖 一个大头 两眼直冒紫光 然而在中国古代 这些往往是一个人 贵不可言的标记 当时以识人为名的高频名士 徐统啊 就曾预言 说福坚呢 有霸王之相 到了福洪遇害 福建领兵入关 有这么一天晚上啊 福建也做了个梦 他梦见一位 身穿红衣 头戴红冠的仙人 命令他封福坚 为龙襄将军 第二天呢 福建就依照梦境 拜当时只有十二岁的福坚 为龙襄将军 并且流着泪 对福坚说 孩儿啊 想当年你的祖父 你的父亲 都曾接受过这个封号 如今我把这个封号 收给你 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福坚当时啊 什么也没说 翻身上马 挥剑长笑 举止威严 手下的士族啊 漠不叹服 好了 我们看 人神结合 长时间的赖在娘胎里不出来 出生的时候呢 有奇观 天生这个长相和一般人不一样 时不时的来个神仙托个梦 包括那个诸如 东海大鱼化为龙的称语 总结起来啊 就有一个字 全是套路 福坚基本上啊 是结合了中国古代 大多数帝王的奇幻记载 那个大鱼化龙的称语 巧合的令人叫绝 更像是后来的人们 为福坚量身打造合理合法 稳固其统治地位的惯用招数 有了这些思考 你说那个 关于福生无比残暴的记载 会不会也是后来经过篡改的呢 说福生当皇帝这两年啊 福坚尽可能避免和这位堂兄 发生直接冲突 默默地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开国元老强旺 梁平老 吕婆娄 都堪称当时的王左之财 可是并没有得到福生的重用 当初跟着姚湘的削赞和权益 都是当世人杰 同样不受福生的待见 结果呢 这些人全都被福坚暗中联络 发展成了中坚力量 继而在接下来的政变当中 起到了谋主和积极参与者的作用 福黄梅谋反案发之后啊 长安城里是人人自危 这里边也包括福坚 讨伐姚湘的时候呢 福坚是福黄梅的副将 如果福生继续滥杀下去 保不齐 福坚会不会因此遭殃 很快削赞权益 找到福坚 向他提议 说主上暴虐 应该早做打算 福坚的心里啊 一时是拿不准主意 他就找来了新妇 吕婆娄商议对策 吕婆娄说 我呀 其实不足以参谋这种大事 我家里有个客人 叫王猛 这人相当了得 文韬武略 称得上是当事无双 陛下你不妨把他请出来 供上大计 很快呢 通过这个吕婆娄 在中坚搭桥 福坚在二十岁这一年 终于见到了他这一生 最为重要 最为得理的助手 王猛 两人见面之后 究竟聊了什么内容 王猛有没有像 上一次见桓文一样 闷尸论道 史记当中全无记载 我们只知道 这两个人啊 相谈甚欢 并且一见如故 福坚是心情大好 说自己就像当年的刘玄德 遇到了诸葛孔明 那么 学好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 王猛这个出身寒门的汉人 被徐统评价为 命世之才的骑士 也终于在韬光养晦 多年以后 遇到了他的当事民主 不久以后 发生了这样一个偶然事件 福生有一天夜里 在酒醉以后啊 对身边侍寝的公毙 说了一句 阿法兄弟也不可信 明日当厨职 阿法呀 指的是福坚的哥哥 清河王伏法 这个公毙啊 可能是福坚事前安排的眼线 急忙连夜把这个消息啊 告知了福坚伏法 哥俩一商量 坐以待毙 不如放手一搏 索性也就发动了政变 福坚领着几百个死士 偷偷潜入皇宫 打开了云龙门 福坚和吕婆罗 带着三百多人杀进宫中 负责皇宫守卫的那个将士们啊 估计早就受过了扶生 纷纷选择放弃抵抗 归顺福坚 当福生福坚这一对堂兄弟在寝宫中见面的时候 这一场原本应该充满血腥味道的政变 进行到最后的关头突然变得莫名的滑稽和搞笑 福生当时已经醉的是几乎人事不行 晕晕乎乎看到杀气腾腾冲进了许多当兵的 他吃惊的问左右服侍的人 来者何人啊 答他们都是叛军 福生又问他们建了阵因何不败啊 他没有听到回答 却听到这些当兵的全都笑了起来 福生当场发飙 再笑 再笑就把你们统统杀掉 这些人果然不笑了 他们一拥而上 把福生嫁到了另外一间屋子 他的堂弟将他废为岳王 随后命人结果了他的性命 临死前啊 福生是狂饮数碑 在昏醉的状态下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十年二十三岁 嗜好立王 福生死了 福坚福法两兄弟为了谁当皇帝 互相谦让推测起来 福法认为自己是庶出不可理治 福坚认为自己岁数太小 威望不够 争论来争论去 最后还是在母亲狗氏的手肯 以及群臣的坚决拥护下 由福坚披上龙袍 为了表示谦逊福坚 去皇帝号称大秦天王 大赦境内改元永兴 福坚登上了十六国的历史舞台 他传奇又悲壮的一生 也将从这里正式开始 感谢您收看收听风火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聊五湖十六国的第十一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在关修正史 欢迎分享以及评论 福坚终于登上了权力宝座 然而他面对的是秦晋燕三足鼎立 钱梁和戴窥赐渔边的复杂形势 福坚在福坚继位不到半年以后被刺死 王猛一时间得罪了许多人 长安周边的宗室王公和起火来 要和福坚公开叫板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六代瓜分世界五湖云绕中原 纵横三百有余年几度交锋所战 马过生灵积粉血流河落星山 耳闻游字不堪言 游眼修教看见 话说西晋灭亡之后 整个北中国彻底成为了一座大戏台 匈奴鲜卑节笛枪 你方唱罢我登场 几十年间先后出现了16个大小不一的国家和政权 他们大多是汉化或者半汉化的游民族的领袖 称王称帝 其中像厚赵大下的国主 大多是凶狠残暴洗于杀戮 他们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劲 甚至在盛强之时 空闲之势达到数十万之多 但是兴也薄言 王也忽言 眨眼间就消散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这十六国当中 最令后人感叹惋惜的 要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一代英豪帝王福建 咱们上一集说到福建 杀了唐兄福生在公元357年 去帝号称大秦天王 与此同时 在当时的滨州 今天的山西一带 有一支人马占据滨州 想要和秦燕两国相抗衡 这伙人当中为首的叫做张平 过去是后赵石虎麾下的一员部将 这个张平在357年的年底 开始扣略秦国 福建派去自己的堂弟 进攻扶柳镇守扑板 抵御张平 转一年的358年 福建亲率大军以大将邓枪为前锋 讨拔张平 两军交战之际 张平镇中一员猛将 引起了福建的注意 只见此人是单枪匹马 大糊涂阵 在秦军前队杀尽杀出 如入无人之境 福建问左右 可有人知道此将姓自名谁呀 有人告知 说这人是张平的义子 本来姓公 上党人士 现在名叫张豪 生来是力大无穷 能倒着突动老牛 又伸手绞节 又只身翻越高墙的本领 福建听闻以后 顿时生了爱才的想法 传下军令 说休要伤了张豪的性命 务必要将其生擒活着 这张豪呢 也真是骁勇 最后是经过福建麾下的 吕光和邓枪两员猛将的合力 才将其擒活 张豪被擒 那么愚众随之瓦解 张平前使请降 福建成功将张豪收着麾下 那个前勤呢 从此又多了语言 堪称万人敌的名将 感谢您收看收听 烽火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辽五湖十六湖的第十二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 在关修正史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上一集的大秦天王啊 我们聊了从浮宏到福建 有关前秦早期的一些历史 福建在继位以后呢 在王蒙等人的辅佐下 先击败了冰州的张平 又出击乌颜 威震西凉 在路川 大破慕容平 数十万的大军 灭亡了前沿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结合这一段史料 详细深入的聊一聊 统一北中国时期的福建大帝 说福建继位那一年的年底啊 太后狗是在一次出游的过程当中 偶然间看到 东海宫伏法的那个府邸啊 车马福凑 灌溉飞扬 宾客迎门 十分热闹 老太太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这个心里可就泛起了嘀咕 这位狗氏是福建的生母 那么伏法呢 是福建的大哥 虽然是庶出 但是因为和福建啊 共同举世 再加上文武奸才神器秀拔 此时的伏法 在朝廷内外是深得人心 狗太后是十分的顾忌福法 深怕他对福建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在不久后 狗太后专门下旨 赐死了福法 尽管兄弟二人感情很好 但是两人都没有反抗 哥俩在东堂诀别 福建是痛哭不止 直至偶血 亲情和权力啊 无法并存 福法呢最终就这样丢了性命 福建继位的同一年啊 乾燕皇帝慕容俊 坑杀了曾一度聚首青州的断刊 及其步骤 将山东半岛收入乾燕的版图 此时的天下形势基本上归于三国 乾秦虽然与乾燕和东晋顶足而立 但是疆域最小 整体实力也不容乐观 那么经过几年时间的历经图治 乾燕的国力呢得以蒸蒸日上 有关福建在此期间的施政举措 辞职通鉴将其记载为 举一财修费职客能丧蓄困穷 李百神立学校经结议即爵士 基本上呢是包括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民间疾苦等等国家内政的方方面面 而在军事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平定张平 乾燕又相继平定隆熙的李衍 降服了匈奴领袖曹谷和刘卫辰 这个刘卫辰啊 就是后来建立大下的贺连伯伯的父亲 总而言之 乾燕在福建上位后的几年时间里 是内外之官帅皆称职 田仇修辟 仓库充实 道不时宜 盗贼秉析 取得这样的政绩啊 严格来讲并非福建一个人的功劳 在他的文武班底当中 文有薛赞权益 李衍 无有邓枪 吕光 张豪 这里边李衍的身份啊比较特殊 他是狗太后 姑姑的儿子 和福建的父亲福雄 关系很好 福生当皇帝那两年呢 有几次想要杀掉福建 李衍从中想法营救福建得以幸免 那么吕光呢 是福建的心腹吕婆娄的儿子 也是十六国当中后梁的建立者 前面提到的讨伐张平的战役当中啊 当时正是因为吕光的出击 将张豪刺伤 最终的才被邓枪生擒 吕光本人也因此声名大噪 我提了李威和吕光 了解十六国历史的 一定注意到了 这里似乎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这人呢 咱们必须单独安排一个章节 他就是被福建称作自己的诸葛孔明 被后世奉为一代贤相的王猛 王猛王景略其人啊 自幼家境贫寒 一度以卖波及为生 有关王猛早年和桓温 闷尸论道 曼辽五湖十六国的第十一集 大秦天王 可以去了解一下 福建在上台之后安排王猛啊 出任了中书侍郎 品级不算特高 位置很是关键 但是过后不长时间呢 可能是为了考验王猛 也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王猛被安排到了史平去当县令 史平的治所啊 在今天的陕西兴平 史平距离长安很近 住了很多当年 跟随福建自方投西归入关的豪族 仗着开国熏旧的功绩 一些归二代归三代 目无法纪 鱼入百姓 掌握着80%以上的资源 创造着不到20%的价值 从长安下放到 毫有纵横的史平 王猛一上任 就明法俊行 惩查善恶 力求尽快解决 史平乌烟瘴气的混乱局面 逮着个 知法犯法的小利 王猛下令将其鞭杀 没想到呢 被当地的土豪反咬一口 告到了朝廷 王猛呢 被抓尽了赵玉 听说王猛犯了事 福建呢 格外重视 把王猛召进宫来 亲自问话 说 为政之体 德化为先 利任为己 而杀戮无数 何其酷也 大致意思啊 是说 说为政之道啊 我看还是要以德服人 你上任没多久 就杀了很多人 是不是有点过于残暴了呢 王猛回答说呀 以德服人 适用于安定祥和的社会 治理乱邦 言行俊法更加适合 您教给我一个 知安混乱的诚意 剪除凶滑 是我的职责所在 如今是刚刚杀了一个奸人 还有数以万计的恶人 没有除掉 如果是因为 不能肃清这些不法之徒 我甘心受罚 但如果说我施政过于残暴 我是实在不敢沟通 这一番话说的福建啊 在心里是暗暗称许 事后对群臣们说 说王景略是 一无子产之仇也 称赞王猛呢 是像管仲和子产一样的实干家 于是设王猛无罪 并很快将其提拔为 上书左城 咸阳内侍 王猛的日益亲信啊 很快引来了一部分人的 眼红 低族求豪 孤藏侯凡事 就是其中之一 凡事是最早跟随 福建西归的元老 也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在王猛治理前勤过程中 十分不识实物的一个典型 他仗着往日的功勋 很不把王猛放在眼里 有这么一天呢 凡事故意当众挤对王猛 说无被耕之 是军食之也 我们啊 出力耕种粮食 半路却跳出个你王猛 捡献成的 结果王猛啊 一句话就给他怼了回去 说非图使军耕之 又将使军摧之 不但要让你耕种 还要让你把饭做好了 给我吃 凡事听后呢 大怒咆哮着 说要当玄乳头 与长安城门 不然 我不处事 要是不把你脑袋拧下来 挂在长安那个城门上 我他娘的事不为人 事后 王猛把这件事啊 告诉了福建 福建也是很生气 表示一定要杀掉这个老弟 然后 这个百官才能整肃 不久后的一天 凡事面见福建 福建把他晾在一边 扭不头和王猛闲聊 说听说杨碧那小伙子不错 我准备让他来娶我的女儿 你觉得杨碧怎么样啊 还没等王猛搭话 凡事在边上急了 杨碧那是我的女婿 婚期都已经定好了的 陛下你怎么能 让他去娶公主啊 这时候王猛啊 在一旁怒斥 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老小的竟然敢跟陛下 争女婿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凡事听了王猛的话 也是勃然大怒 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前去打 侍卫们上前赶紧给拦住 凡事呢 又对着王猛破口大骂 这一来一回一吵一闹 凡事 当真是犯事了 福建呢 刚好找到理由发飙 命人将其立即拖出去 就给咔嚓了 从此以后 这个公卿以下轻易 没人再敢招惹王猛 到了359年的8月 福建即位的第三年 着成王猛为市中中书令 金兆衍 就金兆衍这个官职 由来已久 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 当时负责前勤 京师长安大小事务的官职 那么王猛一到任 立即有针对性的展开 专项整风活动 当时的特进光禄大夫强德 这个强德的姐姐是福建的皇后 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 这货呢 是早有恶名为祸一方 酗酒嚎嚎闹事 都是常有的 更可恨呢 是时不时的强抢民间的财物和子女 遇上王猛 强德从此再也强不起来了 王猛屡职没几天 就下令抓捕强德 然后当场审讯 证据确凿是力掌不饶 福建派人啊 拿着那个特赦令 喊着刀下留人 等赶到刑场 这个强德已经是人头落地 王猛的京兆尹当了一个多月 连斩大小权豪贵气二十余人 我们看王猛以法家思想 治理前勤 这在十六国时期 众多由胡人建立的政权当中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事实证明这种铁腕的方式 对于当时的前勤而言 是十分合适的 很快 前勤朝廷内外啊 是百辽振肃 好又摒弃 路不时宜 风化大行 连福建本人也为此感叹 说无今使之天下之有法 天子之为尊严 王猛的刚正不阿 严明俊法 得罪了一些权贵 同时呢 也获得了一些朝廷核心成员的支持 福建在背后的撑腰自不必说 前面提到的李威 吕光 全都和王猛关系密切 包括时任御史忠诚的邓强 也是大力协助王猛改革 这个社会风气呢 在极短时间内为之一心 几个月后 福建接连升任王猛 为吏部尚书太子詹氏 尚书所不业 即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还不够 很快福建又以王猛为 辅国将军 私立校尉 不仅让他掌握兵权 而且负责素卫禁军 一年之内连续五次生前 36岁的王猛 此时已经是手握军政大权 在前秦 权倾朝野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这位折服多年的骑士 终于可以一展平成所学 辅佐民主 他要定国安邦 平定天下 公元357到358年 是历史的一道分水岭 北中国的前秦和前燕 这两个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福建的前秦 在王猛的治理下日渐强大 而慕容市的前燕 伴随着接连几代人 玻璃斗的魔咒 这个当时实力远胜秦晋的第一强国 也开始渐渐走起了下坡路 358年的年底 一向形势稳重的燕国皇帝慕容俊 犯了一回糊涂 他下令境内的各州郡 要严密减合人口 每户只留一钉 其余的钉状全部应征入伍 慕容俊有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 他想把军队扩大到150万 来年开春 到洛阳集合 然后横扫秦晋 一统天下 很快有大臣尚书 极力劝阻 说百姓凋敝 发兵非法 必至土崩之变 言外之意就是 您这么敢玩法 国家是迟早是要玩完的 慕容俊认为 这个建议很好 不再坚持每户只留一钉 改成了三钉抽一 五钉抽二 并且把时间放宽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地点由洛阳改到了夜城 慕容俊的大规模酷军 很快导致了民心浮动 然而当时大燕国的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更是为后来的覆灭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慕容家的这个基因很好 接连几代都有能人 慕容俊的兄弟当中 以慕容克和慕容锤最是了得 这个慕容克咱们在之前都有介绍 15岁就带着2000骑兵 追击石虎数十万大军 连环马阵 大败五道天王燃敏 随后的颅口野王之战 功无不克 广顾一战 围困断堪七个月 最终彻底平定其地 慕容俊称帝以后 慕容克因攻 获封大司马 世中 大都督 陆尚书士 太原王 应该说慕容克是慕容先碑 在问鼎中原的过程当中 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 他的军事才能 即便放眼整个十六国时期 几乎无人能出其用 即便如此 仍然难免遭到同父异母的皇帝哥哥慕容俊的猜忌 三百五十九年的年底 已经身患重病的慕容俊 把慕容克叫到床前 说道 我病恐不起啊 将与清等长别 人生寿数 本有定限 死亦和恨 但秦尽未凭 警茂尚佑 怎能 谦当大位 我欲笑宋景公故事 既设计妇辱 辱义以为何如啊 这里的警茂 就是慕容俊的太子慕容伟 单从字面上来理解 这个慕容俊 这是要 让慕容克 取而代之 那么慕容克听闻兄长要传位给自己 当下表示 说太子虽幼 秉性宽人 必能圣残去杀 为守城之主 陈时何人啊 怎敢上干正统呢 这个慕容俊啊 听自己弟弟这么一说 他这个脸色突然一变 又僵了一军 那你我兄弟之间 难道还要虚事吗 慕容克从容答道 说陛下既然称臣能主社稷 臣难道不能以此才能辅佐少主吗 慕容俊呢 又转怒为喜 说道 如果能为周公 朕负何忧啊 老弟你要真能当个周公 那么我也就不用再担心了 这一段君臣对话 像极了三个年间 蜀汉刘备的白礼城托孤 不同的是啊 慕容俊要更加直截 他是深知慕容克的为人 把话挑明了说 那个慕容克呢 必然更加死心塌地的 辅左右主 说了太原王慕容克的一些情况 咱们再来聊聊 吴王慕容锤 这个慕容锤啊 原本不叫慕容锤 而是叫慕容霸 他们的父亲 老燕王慕容晃 生前十分宠爱慕容霸 一度想要改立他为世子 这些让慕容俊怀恨在心 等到了继位以后呢 下令慕容霸 改名慕容缺 不久后呢 又因为趁雨的关系 慕容俊说 你也别叫缺不缺的了 把右边那一块也去掉吧 再次给这个弟弟呢 改名为慕容锤 说慕容霸 变成了慕容锤 这还没完 慕容锤的正非段氏 才高姓烈 皇后可足魂事 早就看得不爽 正巧呢 有人诬告段氏 说他搞巫蛊活动 慕容俊跟自己媳妇一拍即合 下令将段氏下狱 言行逼宫 想要撬开弟媳妇的嘴 把脏水泼到慕容锤的身上 慕容锤是心里不落人 暗中派人啊 对段氏说 说人早晚啊 都有那一天 岂可让人如此糟见 你不如就如了他的愿 招供了吧 段氏听后是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我哪里是想找死啊 但是一旦招供 上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吴王 这可不是我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啊 不久后呢 段氏被活活折磨至死 慕容锤呢 因此也逃过一劫 把悲痛和仇恨深藏心中 过后呢 顺从哥哥嫂嫂嫂的这个意愿 出使辽东 还娶了可足魂式的妹妹做祭祀 到了360年的正月 本来病情有所好转的慕容俊啊 来到夜城的郊外举行阅兵大典 准备派慕容克和阳雾南下攻击 阅兵进行到一半 慕容俊突然发病 第二天这个病情急剧恶化 紧急召来了慕容俊阳雾 慕容平 慕玉根 安排这四个人辅政 说完 这一口气都没倒上来 嘎 就死了 享年42岁 当时只有11岁的前燕太子慕容伟继位 那么慕容伟遵照复命 任命慕容克为太宰 让他专长朝政 然而矛盾的是啊 在这个时候前燕最有权势的 并非威望甚高的慕容克 而是当初杀害慕容锤妻子的元凶 皇太后可足魂士 以及时任太父上庸王的慕容平 这个时候的前燕啊 实质上已经走到了平静期 有慕容克在 仍然维持着第一大国的形象 但是危机已经潜藏 人们常说时事造英雄 公元四世纪中叶的中国啊 东晋有桓温 前燕有慕容克 前秦有王猛 这三个人啊 都是权臣 又全都文武全才 所以秦燕进三国 因此顶足而立 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 前燕的支柱慕容克 在公元367年因病去世 一代军神 带着魏靖事业的遗憾 撒手戏曲 前燕的半边天 塌了 临终之际 慕容克向慕容伟极力推荐 让自己的弟弟吴王慕容锤 接任大司马 并声称慕容锤的才干 要胜过自己十倍 然而慕容伟呢 选择将一切 交给太父慕容平去处理 大司马的要职 最终就落到了 皇帝中山王慕容冲的头上 慕容克一死啊 前秦首先得到消息 那么福坚派人出使燕国 阶级刺探情况 很快呢 得到答复 说燕国 正无纲纪 时可图止 然而就在福坚兴兴志勃勃 想要攻伐前燕之际 没想到自己的阵营内部呢 也出了问题 当初福坚啊 是杀掉唐雄福生上的位 对于福生的几个弟弟 尽管都各自安排了要职 但是这几个人呢 一直心怀怨恨 王猛啊 曾经建议福坚 让他斩草出根 但是福坚并未听从 他的人德宽厚呢 很快也来了负面效应 汝南公福腾 谋反未遂被诛 正北将军福佑兵变 被李威击斩 事后呢 发现福柳福双 都和福佑通谋 福坚觉得这俩人啊 一个是先帝福建的爱子 一个是自己的义母同胞 最后呢 不了了之 哪想到这俩人是 蹬鼻子上脸 前秦建元三年 公元367年10月 福柳 据蒲板 福双 据上规 正式起兵罗板 俩人又联系了 陕城的福搜 以及安定的福武 四个前秦宗士 从四个方向 他们就要共讨长安 福建仍然尝试 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问题 分别派出使者 前往劝说 这四个人 说老几位啊 我可够对得起你们的了 何苦来非要走上 造反这条不归路呢 不如放下屠刀 回头施案 我们各安其位 一切照旧吧 同时呢 让四个人是 聂离违信 可是福建并没有收到 令他满意的答复 时间呢 转眼来到了第二年的春正月 福建啊 派遣阳城市 毛松 分讨上规安定 辅国将军王猛 间接将军邓枪 攻打蒲板 前将军阳安 广武将军张豪 攻打陕城 同时呢 命令去往蒲板陕城的 两支人马 要全部在巨城三十里的地方 安营扎寨 兼臂 物占 等到 平定了西边的上规 和安定 再酌情 并力取之 那么 兵马未到 陕城的福搜 直接投降了前沿 同时呢 请求燕国 派兵前来接应 这个陕城啊 是通往关中的要冲 那么福建 紧急调动大军 驻扎在了华阴 华分两头 咱们各表一支 陕城的求援信 宋达叶城 那么 燕国的范阳王慕容德 急忙上书 认为当下是天赐良机 他的建议啊 是 趁着前秦内乱 派遣慕容锤黄斧 两路并进 只取长安 一些朝臣呢 也都赞同 新兵伐秦 但是全被主政的慕容平 都投一瓢冷水 理由是 当今陛下赶不上先帝 咱们这些人呢 论起制掠也都没法跟 先太太相提兵论 能闭关宝境就行了 平秦灭境 还是算了吧 这些压根啊 就不是咱们能干得了的事 其实慕容德啊 说的没有错 对于前言而言 应该说 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 进取关中的良机 可是管事的慕容平不发兵 其他人 也就只能干着急 这年四月啊 福建派出 吕光等人 领兵攻破了安定 七月 又攻克了上规 斩了扶双扶武 宽恕了他们的家人 九月 王猛攻下蒲板 勤斩扶柳及其妻子 十二月 王猛邓枪 攻把闪城 勤货未攻扶搜 押送到了长安 福建下令 将扶搜赐死 但是留下了他的七个儿子 并且让他家中长子 承袭了魏公的爵位 其余的 也都封了县公 至此 这一场武功之乱 被彻底平息 而面对前言这么一大块蛋糕 秦国没能腾出手来 晋国 已经做足了战斗准备 大司马还温 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北伐 公元369年的春天 东晋大司马还温 势如破竹北上拔烟 烟主慕容伟 派自己的哥哥 乐安王慕容藏领兵抵挡 但是很快败下阵来 这年七月 还温大军渡过黄河 与方投集结完毕 有关这场战事啊 咱们在这里只能是 先捞干的说一说 后续讲到桓温 再详细的讲解 就在慕容藏被打得节节败退 前燕君臣无计可施之际 吴王慕容锤挺身而出 主动请战 来到前线取代了慕容藏 与此同时呢 燕主慕容伟又派人向秦国求援 并承诺 事成之后 割让虎牢以息 以示筹谢 福建召集群臣商议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过去桓温也来打过我们 当时呢 先被人一直袖手旁观 现在轮到他们倒霉了 我们为骂要去蹚这趟浑水呢 整个停议过程中啊 王猛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等到大家都散去了以后 王猛这才对福建说出看法 说燕国虽然强大 但是慕容平 绝非桓温对手 桓温一旦灭掉燕国 必然尽收关东的冰凉前骨 对我们构成威胁 如此 则陛下大势去矣 为今之计 不如帮先辈人去打桓温 打退了桓温 燕国也就疲弊了 到那时啊 我们再趁虚取之 此为善之善者也 那么福建早就惦记着燕国这块肥肉 王猛的话呢 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这年八月啊 福建派出邓枪狗池领兵两万 救援前燕 与此同时呢 桓温在方投的情况 也越来越不妙 慕容锤的到来啊 迅速稳定了燕军的局面 桓温不得不在当年的九月撤兵 然而就在撤退的过程中 先被慕容锤杀得惨败 又被秦军落井下石 进军的五万兵马 最后平安返回的没剩下几个 说慕容锤大获全胜 燕国的这个危机迎刃而解 回到夜渡以后 这个慕容锤的威名更胜 这让无才无德的慕容平更加记恨 这时候慕容锤呢 希望朝廷嘉奖有功的将士 慕容平一律不予理睬 这两个人最终在朝堂上啊 因此发生了争吵 积怨越来越深 矛盾不可调和 后来呢 渐渐发展到慕容平 勾结了太后可租魂 两人密谋想要找机会除掉慕容锤 慕容锤的侄子慕容锤 以及他的舅舅蓝剑 得到消息 赶忙通知慕容锤 说先发制人 后发为人制 只要除掉慕容平和慕容葬 其余人等大可不必担心 没想到慕容锤叹口气 又摇了摇头 说到骨肉香残 祸乱于国 我虽有死 不忍为之 这里的慕容凯啊 就是慕容克的儿子 见慕容锤不忍动手 两人也就起身告辞 各自回府 过了一个晚上 这俩人呢 又来了 说内意已决 不可不早发 人家那边已经决定要动手了 您赶紧想个哲吧 慕容锤呢 黯然表示 如果隔阂已经无法消除 我宁可远避他方 违逆的事 我绝不考虑 那慕容凯和蓝剑呢 再次摇着头 就走了 躊躇未决之际啊 慕容锤在家中闷坐 世子慕容令 看他面带忧涩 早上前问道 说我父面带愁容 莫非因 主上庸弱太父猜疑 功高身微 因劳忧虑吗 慕容锤说 你既然能猜到我的心思 可有良策呀 慕容令 思存片刻 说到 为今之计 如果想保足全身 不识大意 不如逃往旧都龙城 然后呢 上表请罪 主上悔悟 则是大幸 若不然 聚险自首 也不失为良策 听了儿子一番话呢 慕容锤点头同意 父子二人 开始商定出逃的具体计划 第二天一早 慕容锤以 出城游猎为由 带上几个儿子 出了城 就开始向北 一路狂奔 刚走到邯郸 一个偶然事件 打乱了慕容锤的计划 他的小儿子慕容林 向来不受老爸的待见 一时冲动 跑回夜城 告发了慕容锤 太傅慕容平 得报以后啊 赶忙派了追兵 日夜兼程前去捉拿慕容锤 这会儿人跑到泛阳的时候 追兵终于赶了上来 所幸呢 天色已晚 来的人也并不多 慕容锤让慕容令 却负责断后 这个追兵呢 一时也不敢靠近 入夜以后 慕容令对慕容锤说 现在消息已经走漏 计划难以实施 听闻秦王福坚 正在招揽天下英豪 我们父子啊 不如去投奔他吧 慕容锤是 副手望天 漠然无语 到了现在这个田地啊 除了投奔福坚 的确也已经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于是呢 当即下令众人化整为灵 引去宗祭 各自难返 先回到夜城 藏身在了郊外 慕容锤没有忘记 带上他一生所爱的 第二个女人 前妻段氏的妹妹 小段氏 又悄悄找来 侄子慕容锤 和舅舅蓝剑 这一行人啊 是杜皇和过洛阳 一路辗转就来到了前秦 秦王福坚听闻慕容锤来头 是大喜过望 自打慕容克死了以后 福坚一直有心思 对燕国用兵 但是对燕国一众君臣最忌惮的 就是这个慕容锤 现在没想到慕容锤 山穷水尽 居然来投奔了自己 于是福坚呢 亲自来到长安郊外迎接 二人寒暄建礼之后 福坚亲热的拉着慕容锤的手 说了这样一番话 说天生贤节 必相与共成大功 此自然之数也 要当与清 共定天下 告成代宗 然后还清本邦 侍封幽州 使清去国 不失为子之孝 归阵 不失弑君之中 不亦美护 咱哥俩 携起手来平定天下 将来把你的祖国归还给你 世世代代 风居幽州 忠孝两全 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 慕容锤 当时的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他只是淡淡的回了句客套话 说积虑之臣 免罪为姓 本邦之荣 非所感忘 您说的这些 我是实在不敢奢望 能免除罪过 就已经是万幸了 福建是深知千金亦德 一将难求的道理 除了慕容锤 对慕容令慕容凯 一样是喜欢的不得了 全部厚礼赏赐 加关进决 实际上自打慕容锤 进入秦国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猜嫌 这个人正是王猛 王猛对慕容锤的猜嫌 绝非出于个人妒忌 更多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 慕容锤很可能对秦国构成一定程度的隐患 因此 王猛找到福建 毫不避讳地说出心中所想 说慕容锤父子 譬如龙虎 非可训之物 若借以风云 将不可复制 不如早除止 意思是说 这慕容锤父子 绝非池中之物 应该尽早将其除掉 然而福建坚决地表示 武方收揽英雄 以清四海 奈何杀之 且其使来 无以推成那之矣 匹夫由不弃言 况万圣乎 你看我这刚推心致富 接纳了人家 怎么好意思突然变脸反悔呢 就这样 慕容锤一家 总算在秦国安顿了下来 然而王猛坚持认为 慕容锤不是善类 并且很快使出了历史上 那个有名的金刀记 慕容锤出奔不到一个月 秦王福建 派出王猛邓枪梁成 领兵三万发言 理由是 燕国当初承诺 割让虎劳关一息 但是打跑了桓门之后 又突然变卦 王猛的大军 第一站来到洛阳 抵达城外之后 并没有急着攻城 而是给洛阳的首将 前沿的五威王慕容柱 修书一封 大致内容 是我们已经占据了 城高官 堵住了蒙金杜 老弟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我们大王呢 御驾亲征雄士百伴 已经去攻打你们的夜都了 内无足粮 外无救援 我们这些虎狼之士 一旦攻城 你掂量掂量 你那三五百人 能不能抵挡吧 其实王猛啊 说的是半真半假 什么占据成高官 福建已经只取夜都 都是县边的瞎话 可是没想到 三言两语这一通吓唬呢 慕容柱还真就信以为真 投降了 说王猛是不费一兵一卒 就取了洛阳 之后呢 因为有慕容葬的十万兵马 阻遏秦军渡河北上 某某索性建好就收 留下邓枪镇守洛阳 他自己呢 领兵回了长安 这一次洛阳之行到 在现在看来啊 更像是一次 前秦队前焉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相比之下 发生在这次行动中的另一件事 似乎更值得玩味 就在当初初征伐烟之前 王猛请慕容令 作为行军参谋和向导 论起对燕国局势 城池将帅兵员的了解 慕容令 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那么慕容锤呢 是初来大道 对于这种要求 也自然无法拒绝 大军将行之际 王猛专门造访 慕容锤呢 摆下酒宴好生招待 酒过三巡菜过无味 王猛从容的问慕容锤 说金当远别 请何以赠我 使我赌物私人啊 我要出征打仗去了 老哥你有没有什么物件 能送给我 好让我看到这个物件 就能想起你呢 慕容锤听后呢 二话不说 解下随身金刀一把相赠 眨眼王猛 进兵来到洛阳城下 事先呢 买通了慕容锤身边的 一名亲信 让这人带着这把金刀 去找慕容令 说你老爹啊 深恐受到王猛的排挤 忏悔 又猜不透秦王的心思 现在啊 已经东归旧国 要你找机会 赶快动身 这个慕容令听了传话呀 将信将疑 不走吧 老爹随身配刀就在眼前 走吧 又担心中了别人的圈套 思来想去 慕容令心瞎意狠 第二天 他就带着自己的旧部 以打猎为名 跑回了前沿 他这边一跑 王猛立刻上表 可不得了了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慕容令 眨眼间就叛变东归了 慕容锤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由于担心受到牵连 也快速出逃 但跑到蓝田 被追兵赶上 又给抓了回来 那慕容锤呢 绝望了 心想这回算是交代了 不然没想到 回到长安 就被福建亲自领到东唐 福建对慕容锤 是好言相劝 说庆家国师和 尾身投阵 贤郎心不忘本 仍然反国 倒也不足深究 不过 燕以将亡 非贤郎所能视存 突入虎口 有损不易 朕非暴主 也知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 请何必为罪害走呢 一番话 推心致富赦免了慕容锤 慕容锤 败谢而出 父亲慕容锤 逃过一劫 这儿子慕容令 可没那么好命 慕容令在 跑回到前沿以后 仍然不受待见 人们怀疑 他是秦国派来的奸细 干脆把他远远支开 安排在了龙城东北 六百里有个叫沙城的地方 去当守卫 慕容令招募部下 想要攻去龙城 又被他倒霉弟弟慕容锤告发 最后被反叛的部下所杀 身败名裂 这就是金刀记的整个过程 金刀记自古以来 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 用记之狠毒 是王猛人生最大的污点 有人称之为 千古第一阳谋 从王猛的角度而言 是以把前勤的利益 放在最高处而触发的 他认为 这个慕容锤不可留 偏偏老板 夫坚要以德夫人 所以只能利用信息差 将慕容锤父子推向绝路 但是始料不及的是 福坚坚持要保全慕容锤 最后的结果 只是间接害了慕容令 相比之下 明显福坚的政治手腕 要更加的老道 以柔克刚 四两拨千斤 三言两语 就稳住再度出逃的慕容锤 为己所用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王道 那么再回过头来 看这个金刀记 其实从始至终 都是一个阴谋 王猛对慕容锤 的确看得很准 但是选择 这个做局的时间 很不合适 一方面是 燕国还没灭亡 另一方面呢 是慕容锤 穷途末路来投奔 事发当时 对前勤没有罪过 也没有异心 仅仅因为猜忌 就害人性命 于长远来看 对前勤是有弊而无力 金刀记 表面看是环环相扣 很是巧妙 实际上呢 阴损有余 难以负重 与此同时呢 也给后人留下了 诸多的思考 如果 没有发生这一切 后来的慕容锤 还会不会反的 那么决绝呢 前勤的建元六年 公元三百七十年六月 福建 再次以王猛挂帅 统领邓枪 杨安 张豪 等十元猛将 率步骑六万 大举公言 这一次的前勤啊 没有走洛阳一线 而是选择由今天山西西南 东进湖关 只要打破湖关防线 就可以直倒前沿的京师夜场 这年的七月 王猛兵分两路 派遣阳安领兵 北宫进阳 他自己呢 去攻打湖关 到了八月 王猛攻下湖关 这时候前沿方面 已经由太副慕容平挂帅 领着三十万大军 朝湖关方向开来 王猛留下一部分兵力 守住湖关 他自己呢 带着主力北上 和阳安合并一处 全力攻打晋阳 晋阳是兵精良足 阳安呢 已经打了一个多月 可是仍然没有进展 王猛到了以后呢 和阳安一商量 决定用挖地道的方式 去攻城 很快呢 地道挖城 城里的木屋庄 毫无防备 王猛命令张豪 领着几百个精壮小校 穿过地道 偷偷潜入城中 这个晋阳城里啊 只顾着防备城外的秦军登城 没想到 张豪这伙人突然出现 大呼展观 打开城门 里应外合 这个晋阳 随即被王猛大军攻破 王猛安排了一队人马呀 守在晋阳 随后呢 又自引大军 准备去和慕容平对垒 慕容平这时候啊 德报接连丢了湖冠和晋阳 由于忌惮王猛的声威 把三十万大军就驻扎在了陆川 就不走了 那么 秦阳双方最终就在陆川 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 说这一天 王猛命将军徐城 前去查探敌情 定好的这个时间啊 是当天中午回来 结果一直到天色将晚 被徐城才回来 王猛呢 向来是军法如山 当场大怒 就要斩了徐城 作为徐城的同乡 前秦第一猛将邓强 赶忙上前去求情 被王猛呢 一口否决 说如果不杀 军法难立 邓强继续表明态度 说自己愿意和徐城啊 共同戴罪立功 王猛仍然不答应 三说两说 给说极了 这个邓强呢 赶回自己的营帐 点起本部人马 就要来攻打王猛 一看这个事态啊 已经有点严重了 王猛赶忙 亲自找到邓强 进行谈判 问他说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邓强回答 说我受陛下诏令 诸讨远贼 想不到如今遇上了晋贼 竟然要杀自己人 所以我要先杀晋贼 再除远贼 王猛啊 深知大战在即 正是用人之计 这邓强啊 是出了名的吃软不吃硬 大局为重 必须做出妥协 于是呢 马上下令 赦免了徐城 邓强那边呢 也立刻收兵 领着徐城 来找王猛谢罪 王猛感慨邓强啊 意而有勇 同时呢 也为自己找台阶而下 于是说 早就听说将军仁义忠勇 今日一世果然如此 将军对同乡尚且如此 何况对国家呢 一场小风波就此化解 而那个乌了时辰 差点被杀的徐城呢 也带来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他说这个慕容平啊 速来贪壁 大敌当前呢 他无心战事 反而一心想着趁机 发国难财 燕军迎债周围的 那个山林和水源 全被封锁 士族们如果想要砍柴和取水 必须掏钱购买 燕军官兵的怨声极大 因为这项 赚自己人钱财的大买卖背后 那个大boss正是慕容平本人 王猛听闻了这么一个情报啊 忍不住说了一句 慕容平还真是个蠢材啊 哪怕虽有众百万也不足距 何况只有二三十万的乌合之众 我此行定能灭烟了 当天夜里 王猛派游击将军郭庆 夜袭烟兵自重 不得有 郭庆点起五千人马 从小道绕到了燕军的营寨后方 到了夜里三惊十分 燕军负责看守自重的士兵啊 都已经睡着了 根本没人站岗 郭庆命令不重 各燃火炬 越马登山 呼噪之上 燕军的自重兵们啊 仓促惊醒 也看不清来了多少敌人 隐隐于约 只见白花花一片火把 惊慌之余 一动百动 纷纷抱头数算 等到郭庆骑马来到自重大营 已经是空无一人 郭庆马上号令五千不重 人手一把火炬 甭管什么粮草 气泻 从里到外 都给点着了 刹那间 这个燕军的自重大营啊 火光冲天 熊熊大火 连夜城的人们都看得见 前燕少主慕容伟得报 自重被烧了个精光 心下是又惊又气 马上派人赶到陆川 给慕容平传话 说王高祖之子也 当以宗庙设计为忧 奈何不符战士 而雀迈桥水 专以货职为新虎 那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现在什么时候 你就那么缺钱 敌人没打跑 怎么还做起买卖了呢 说府库之机 朕与王共旨 何忧于贫 若贼兵遂尽 家国丧亡 王持钱薄 欲安所致之 说国库那些钱粮 有我的就有你的 难道你还担心 没有钱花吗 等到国库家王 你就是有金山银山 又怎么安置呢 除了这一番话 慕容伟还命令慕容平 速速出战 不得拖延 看皇帝如此愤怒 慕容平呢 惊惧交病 马上派遣使者 向王猛送去战书 王猛等的就是这个 到了约定好的 那个决战日期 王猛点起兵马 当众宣示 说我王景略 受国厚恩 任奸内外 金玉诸军 深入战地 应该竭力致死 有进无退 世报国家 功成归国 风绝受赏 称谕相礼 只在今日 三军将校顿时 是齐声应命 破釜气凉 大呼净进 王景略 见风所指 前秦的将士 好似开了闸的洪水一般 就冲向了燕军的战阵 前秦这边啊 尽管士气高涨 但是燕军在数量上 有着绝对优势 二三十万人密密麻麻 王猛呢 站在后方一处高地 向前瞭望 心里难免有些打鼓 正在暗自躊躇 发现邓枪啊 正站在自己身旁 王猛呢 就伸手轻抚邓枪的后背 说到 今日大敌当前 非将军不能破灭 成败立顿 再次一举 愿将军努力啊 邓枪应声回道 若能给我私立一职 功可无忧 你要是能把那私立校尉 让给我来当的话 保证不用你担心 王猛听到邓枪啊 想当私立校尉 赶毛回答 说这 非我所能及啊 将军如得立功 我当表请为安定太守万户侯 安定啊 是邓枪的老家 王猛这时候呢 实际上 已经是做出让步 哪声想邓枪 默然不打 转身就走 回到营帐 倒头就睡 王猛派人来叫 邓枪就是不理 知道这哥们啊 是又犯了牛脾气 王猛是又好气又好笑 无奈之下 只能亲自骑马 来到营帐 说邓将军啊 我答应你的请求了 还是快快出战吧 听到王猛同意 本来还倒在床上的邓枪 蹬的一下就坐了起来 吩咐手下 久来 咕咚咚一通狂饮 出的营来 跨上战马 摘下长矛 和这个张豪 徐成等人 领兵就杀入了地震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杀了个四进四出 庞若无人 所向无前 前沿 慕隆平那边啊 尽管在数量上 占了优势 可是人无斗志 互相推诿 秦军好像来到了菜市场 整个一个出入自由 战斗进行到了中午 前沿那边 终于是熬不住了 全线溃败 被当场辅斩了五万多人 逃散了十万多人 又投降了六七万人 慕隆平最后呢 搭了着脑袋 单计逃回了夜城 路川大战 最终呢 以前勤大胜而告终 公元三百七十年十月的月底 王猛乘胜东进 兵为夜城 十一月 捷报传到长安 福建 刘李威辅佐太子 守住长安 又让杨平公福荣 镇守洛阳 随后呢 福建亲率精锐十万 前来复原 仅仅七天 就已经赶到了距离夜城五十里的安阳 王猛呢 当天夜里 钳制安阳 夜见 福建 故意调侃 说过去周亚夫屯兵 不赢汉文帝 今天你王景略 却临敌弃君 解而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吧 王猛回答道 说周亚夫 确认主是为了求名 臣觉得不值得效仿 且臣奉陛下威灵 即锤王之鲁如同瓮中捉鳖 何足陛下为律 如今太子年幼 陛下御驾亲征 万一有所不予毁之何疾 陛下难道忘了与臣在坝上的约定了吗 君臣二人 各将一君 相视一笑 他们这边相谈甚欢 夜城里的那个燕国君臣 已经乱成一片 很快在一天夜里啊 燕国的散旗长室渝卫 率领着浮渝高沟黎 以及上党质子连老带小 共计五百多人 偷偷打开夜城北门 迎那亲军就进了城 慕容伟君臣仓皇出逃 刚出城 还有一千多护卫 沿途四散逃窜 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 还跟着慕容伟 那么在路上呢 又遇到一伙强盗 护卫们啊 忠心护主纷纷殒命 慕容伟呢 骑着一批受伤的坐骑 独自逃命 走不多时 这胯下的宝马 长啸一声倒地不起 只能下安步行 脚步亮亮呛呛 奔走之际 忽然听见身后 马挂链铃响起 扭头一看 并非是那伙强盗 为首一人 正是秦将 郭庆辉下的先驱 叫做巨武 这人来到慕容伟的身前啊 就指挥兵士 要把这皇帝绑了 带走 慕容伟呢 挺身呵斥 说辱是何人 敢赴天子 巨武呢 也不惯着他 力声答道 说 我奉召富贼 何物小丑 尚敢自称天子 最后呢 就这样一路绑着 把慕容伟 迁回了夜场 那个战场上 一门心思 拉动内需的慕容平 打仗没什么本事 逃跑到很在行 一口气跑到了高沟黎 但是高沟黎啊 不敢招惹夫坚 把这位太夫大人绑了 也送回了夜城 说秦主 夫坚啊 在夜城 见到了狼狈的慕容伟 问他为什么 不降而走 慕容伟回答 说 胡死守秋 但欲归死 仙人目测 夫坚啊 本就宽厚 心下一软 命他返回夜宫 率领一众文武 正式出降 钱燕 至此灭亡 从慕容伟 占据大吉城开始 经历了慕容晃 慕容郡 到第四代慕容伟王国 共计85年 诸州的牧首 及六一求帅 纷纷详勤 钱秦共计收获了 157个郡 人口999万 属于钱秦的黄金时代 终于到来了 感谢您收看 收听烽火 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辽五湖十六国的 第十二集 片中内容 全部取材在关修正式 如果喜欢 欢迎分享给您 身边的朋友们 说钱燕王国之后 其王公贵戚 文武百官 绝大多数被福坚 迁到了关中居住 慕容市的一众宗室当中 有一对貌美的少年姐弟 弟弟被福坚收为鸾同 姐姐也同样备受宠幸 正是一词 富一雄 双飞入子宫 这些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肥水之战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桥江主上 灌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上一题咱们说到 秦主福坚在王猛的辅佐下 是兵为夜城灭亡的前焉 就在投降的一众燕国宗室当中 有这么俩人 让福坚眼前一亮 一个是燕主慕容伟的妹妹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清河公主 另一个是慕容伟的弟弟 十二岁的慕容冲 慕容家族的颜值 向来都很高 那么慕容冲他们这一对姐弟 更是姿色绝伦 福坚呢 索性把这俩人一并纳入后宫 来了个男女通吃 按理说古代帝王一级的人物啊 有龙羊之号的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姐弟共事一人 实属罕见 一时间呢 这个消息闹得是沸沸扬扬 以至于长安城里传出歌谣 叫做一词富一雄 双飞入子宫 后来经过王猛的极力劝谏 说革命尚未成功 这样乱搞啊 恐怕影响实在不好 这个福坚呢 总算是将慕容冲 外放到了地方上为官 这个分手啊 不是诀别 等到再见面的时候 这俩人的关系 已经由暧昧 变成了仇敌 感谢您收看收听风火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聊五湖十六国的第十三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关修正式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一期啊 咱们主要来聊一下 肥水之战 有关这场战争啊 历史课本上只是大致做了交代 将其定型为 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说八万军队 对八十多万 东晋在肥水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成功阻止了北方湖人的南清 可是如果我们翻开史料 再深入一点的去挖掘 会发现这场战事的背后 有其偶然也有其避然 应该定义为 因为一次偶然事件 促成的以少生多 本期节目啊 我会先详细的梳理一下 肥水之战的全过程 再来交代一下福建的结局 最后稍稍加以总结 有关前秦福建 我一共做了三集 这是其中的最后一集 越到后面越是精彩 千万别走开 且听我啊 一一到来 前秦在灭烟之后啊 福建大赏群臣 对灭烟表现突出的个人 一律加官进决 而主持整场战争的王猛 被着声为史池杰 都督关东六州朱军事 车记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纪州木 进决清和俊侯 过去燕国第一权臣 慕容平的府邸财物 也被一并赐给了王猛 除此以外呢 娇妻美妾香车宝马 也被福建给安排的 明明白白的 鲜花灼锦烈火朋友 对于过多的荣宠 王猛是兼具不纳 但是福建认为 王猛对国家功勋卓著 非得让王猛接受 原本那些关东六州 前沿的王公贵气文武百官 大多数被福建签到了关中 留下王猛 坐镇夜城 治理关东 在河北地区 恢复了安定之后 又任命王猛为 丞相 中书建 上书令 太子太父 私立校尉 都督中外诸军事 基本上朝廷内外 各种大小事务 全部交由王猛处理 王猛也是极其给力 刚明倾诉 善恶分明 劝克农丧 勤修五倍 官必当财 行必当罪 由此呢 国家富强 战无不克 前勤迎来了黄金时代 整个中原地区也出现了 自西晋末年以来 难得的清平岁月 说有那么一次啊 福坚从容地对王猛说 爱卿 萧一干时 忧勤万机 朕就好比周文王得到了江太公 从此可以悠游度过余生了 王猛呢 赶紧说起了客套话 说想不到陛下对我竟然如此信任 我怎么能比得起古人啊 福坚又说 依我看啊 江太公也比不了你 除此以外呢 福坚常常对着自己的几个儿子 比如太子福洪 庶长子福丕 教导他们 说如是王公 如是我也 对丞相 你们要像对亲爹一样对待 福坚对王猛的重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随着国力 日渐强盛 前勤的势力呢 不断向周边扩张 建元九年 公元373年 福坚以阳安王统 兵分两路自汉川南下 攻入东京的梁州和义州 仅仅两个月 接连攻拔汉中 剑门子同成都 将今天四川贵州的大片土地 划入前勤的版图 建元12年 又以梁西 狗长 姚长等人 统兵13万 灭掉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前梁 同一年 再派出福洛 邓强 张豪 向北 讨伐拓拔拔先碑 很快呢 拓拔先碑发生内乱 代国就此灭亡 至此前勤的疆域达到鼎盛 东起辽东 西之御门 南抵淮河 北越大漠 福坚统一了整个北中国 然而王猛却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 就在前勤灭掉钱梁和代国的前一年 王猛病逝了 从打王猛病重开始 福坚亲自为他到南北娇庙祈福 又专门派人到全国各地的山川合院 向神灵祷告 王猛的病情稍稍好转 福坚专门大赦天下 为此王猛专门上书 说陛下自继位以来 丰功伟绩震动八方 九州百郡十有七七 平言定数亦如反掌 可是创业容易守夜难 古来圣王也都因此时常是 战战兢兢 如临身谷 只希望陛下追随前圣 善始又善终 如此则是天下大幸 福坚看到王猛的上书啊 十分的悲痛 这年的秋七月 王猛病情加重 福坚亲自来到王猛的府邸探望 君臣二人已经合作了将近二十年 此时啊 指手相顾 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滑落下来了 临终之际 王猛特意交代 说近世虽然偏安江南 但是郑朔相成上下安和 我死以后 愿陛下物以尽为图 鲜卑西枪都是我们的仇敌 他们迟早会成为祸患 可以视情况将其慢慢除掉 以便设计 这番话一说完 王猛就两眼一闭 驾鹤西去 享年五十一岁 福坚依照汉代霍光故事 高规格的将其安葬 亲自参加王猛的葬礼 入脸的时候呢 多次痛哭 后世的人们啊 时常将王猛与诸葛亮相提并论 将其视为古之贤相 实事求是的讲 王猛所取得的成就 其实要远超诸葛亮 而个人风度以及后世的影响 诸葛亮又远胜王猛 和王猛同时期的张斌崔浩 也会时不时的被放在一起比较 那么张斌呢 智谋有余 智国之道稍训一筹 崔浩揪揽天人 可惜下场凄惨 三人之中 只有王猛文武全才 智国安邦 同时呢 善是善终 王猛是33岁 从话音出山 死后呢 也葬在了话音 也算是一个圆满的归宿了 许多年以后 清代的大才子元梅 途经此处 曾写下这样一首诗作 说 魏南高种象其连 诸葛能知数几年 一代君臣于得水 三秦宫殿鸟提烟 山河歌剧人才观 华夏兴亡历数篇 不探沧桑探遭记 为君流泪古碑浅 公元382年 王猛死后的第七个年头 有这么一天 不肩在太极殿向群臣 说出了一个提议 说自无成业垂三十载 四方略定 唯东南一语 未沾王化 今略计无士族 可得九十七万 无欲自降以讨之 何如啊 他这可就是要去亲征江南 攻打东晋了 大臣里边啊 有一位秘书建朱荣 首先表示支持 他认为呢 秦国大军一出 晋国皇帝一定会叼着玉璧 赶着洋车投降 天下一统是指日可待 那么福坚听后呢 很是高兴 认为朱荣 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可是接下来几位大臣啊 却颠覆了福坚的预期 他们全都表示反对 理由也很充分 首先呢 晋国虽然国力偏弱 但是他们的皇帝 并非昏暴之君 朝中的谢安环冲 都是能臣 并且君臣和睦 内外同心 其次 穗星县如今啊 处于无地的分野 伐之必有天殃 再有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 难以逾越 看到大臣们啊 七嘴八舌 福坚呢 开始进一步 阐述自己的观点 你们说 晋国皇帝不是昏君 那秦始皇灭了六国 难道六国的君王 全是昏君吗 你们说 穗星守着晋国 伐晋就是犯罪 那当初伐燕不也是犯罪吗 燕国不是一样被灭亡了吗 再来说说这个长江 当年的夫差 孙昊 都是宝具江湖 不一样守不住江山吗 现如今 以我雄师百万之众 每个人 把鞭子投下去 就能把江水截断 长江天险 又何足未居呢 福坚的一番话说完 可是绝大多数大臣 仍然持反对意见 散朝以后 福坚特意把杨平公 芙蓉给留了下来 这个芙蓉自博修 她是福坚的弟弟 打小人品就好 而且呢 文武兼备 一直是福坚的心腹左右 王蒙死了以后 芙蓉更是备受器重 福坚本以为 芙蓉会和自己站在一边 哪想到连芙蓉也对罚禁表示反对 除了大臣们已经提出来的理由 芙蓉还给补充了两点 那么这两点 在我们现在看来 正是当时前秦内部 最为核心的隐患所在 芙蓉提了什么呢 一 是长时间以来 灭粮平属 讨伐托巴鲜碑 还有平定内部个别的叛乱分子 成年累月的打仗 将士们已经伸出了 厌战的心理 老百姓也有了卫敌之心 二 是多年以来 由于福坚本人过分追求仁义宽厚 导致鲜卑人和羌人遍布关中 这些人都和敌人有着很深的仇恨 如果是倾尽全国之力 远征江南 却只留下弱足数万留守惊师 万一发生变故 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早在建元16年 公元380年的秋天 福坚做出过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定 他下令千席关拢第一户十五万户 由服侍各宗王领着 去往各边镇要地定居 想法是好的 但是一旦精锐进出南下伐劲 经时长安将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那么芙蓉的一番话 不但没有浇灭福坚心里的一把火 反而让他脸色阴沉 说了句 连你都不跟我同心 我还能指望谁呢 见兄长已经动了气 这个芙蓉啊 流着泪 说了句 晋国一时半会儿都灭不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的话您可以不听 那王领略临终之地的遗言 难道您也忘记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 即便王猛活过来 也已经很难劝得动福坚 除了芙蓉这个弟弟啊 太子福洪 以及福坚最喜欢的小儿子福深 最信众的大和尚道安 以及宠妃张夫人 全都劝说福坚不要罚禁 那么福坚 为什么铁了心就是要南下呢 他的执念啊 起源于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帝王 福坚知道 不管自己怎么样去推行 理智 崇尚儒学 也终究换不来汉人的认同 胡人的合法统治权 无法得到深度认可 除非他能够把那个 依然代表着华夏政统的晋国 一举剔除 只有南北一统 他才能成为天命所归的千古一帝 所以谁反对 他就对谁发火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么在几乎一边倒的反对声中 有没有人表示赞同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朱荣 最坚决支持福坚 最让福坚高兴的 就是时任冠军将军 金兆尹的慕容锤 慕容锤说 现在四面八方的诸侯啊 都来归顺 只有那个不识实物的晋国 依然违抗王宁 我们这些年啊 积攒了这么多的钱粮 狐吕百万 讨伐晋国这种事啊 不能留给子孙们 类似这种大事 您自己决定就行了 过去晋武灭武 也不过俩三人就把这事给定了 不用非得来个群策群艺 这一番话呢 说的福坚是心情大好 慕容锤的见识 非常人可比 当下福坚表示 与武共定天下者 独卿而已 能跟我一起平定天下的 我看啊 也就只有你了 福坚当时还不知道的 是这个慕容锤 之所以赞成罚禁 其实也是别有用心的 时间来到公元383年的7月 福坚下诏 大举罚禁 百姓们是每十丁出一兵 梁家子年龄在20岁以下 且有一定才勇的 全都败为羽林郎 朝臣们依然是纷纷反对 只有慕容锤和枪族领袖姚长 表示支持福坚 到了8月 福坚以杨平公福荣 都督张豪福坊梁城 慕容委慕容锤等将 领步骑25万为先锋 以姚长为龙湘将军 都督梁州益州兵马 西起巴蜀东至幽济 全国各地攻击发动 戎足61万 骑兵27万 90多万大军朝着同一个方向开拔 东西万里 水路齐进 当福坚的主力部队 到达淮北前线的巷城的时候 梁州的兵马 才刚刚到达咸阳 幽济之兵 刚到鹏城 巴蜀的部队 正在顺流而下 黄河汗水 营水的河道上 运送粮草的船队 随处可见 此时影响东晋朝局的人物 主要有这么两位 一个是桓温的弟弟桓冲 另一个 就是和王猛齐名的 风流宰相谢安 桓冲在长江上游是主政一方 谢安呢 则是在朝中主持大局 他们两个人 是当时东晋在东西两个战场上的 头面人物 面对秦军的大举来攻 东晋派出了尚书仆叶谢时 为征讨大都督 徐远刺史谢玄为前锋 以及辅国将军谢衍 西中郎将桓一 率众八万距底 同时呢 安排龙襄将军胡兵以水军五千 去赶赴受养 这里的谢时就是谢安的弟弟 谢玄是谢安的侄子 谢衍是谢安的儿子 前情针对东西两个方面 在西线安排了姚长 牵制环冲的兵力 在东线则是以芙蓉等人为先锋 福坚 亲率大军紧随其后 主攻寿春 突破淮河防线 进而威逼健康 寿春啊 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 地处淮河中游的南岸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寿春又叫寿阳 从打寿阳去往健康 满打满算四百七十多里 寿阳西边 有一条营水 芙蓉的先锋部队就驻扎在了 营水和淮水的汇合处 寿阳的东北角也有一条河流 由南向北汇入淮水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肥水 肥水的对岸 还有一座八宫山与寿阳夹河相望 八宫山再往东六七十里 还有一条支流注入淮水 叫做洛建 秦晋双方的肥水之战 最终就是在这片方圆百里的地方展开的 在肥水之战的第一阶段 秦军主攻 晋军主守 这一年的十月份 芙蓉部队开始攻打寿阳 寿阳城很快就被芙蓉攻克 晋军首将徐元喜被俘 与此同时赶来救援的胡斌 听说寿阳已经陷落 就退保到了霞石 芙蓉得报以后 马上派兵围困了霞石 又派大将梁城领兵五万 去洛建 吞炸下来用以拦截 谢石谢玄的晋军主力 胡斌被围困在了霞石山 梁草很快耗尽 于是悄悄派人向谢石求援 不巧求援的这个信件 被秦军截获 芙蓉根据这封信件 得知了禁军的兵力部署 马上派人前往巷城 告知福坚 说贼少一秦弹孔逃去 疑速复制 麻溜的来寿阳吧 哥哥 来晚了 可就不敢探了 福坚得报以后 十分高兴 等不及大军集结 只带了八千青旗 他就日夜兼程赶奔寿阳而来 同时派遣原本是东晋襄阳首将 后来投降到前秦的朱旭 赶赴禁军大营 劝降谢时谢玄 这个朱旭是整场肥水之战的关键人物 因为他的出现 战争进行到了第二阶段 禁军不再观望 开始主动出击 此时的朱旭啊 关居杜之尚书 整三平 这个福坚派他去欠降 无非是想告诉东晋的人们 哥们弟兄们 放宽心 我福坚向来是宽宏大量 投降了 一样有官可当 没撑想呢 被这个朱旭啊 玩了一回谍中谍 秦庄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晋朝信 来到了这个晋军大营以后 朱旭对谢时弃玄说 听我说啊 老几位 趁着秦军百万之众 还没集结完毕 赶紧去攻打他们的前锋 只要挫败前锋 秦军士气避衰 不战自亏 朱旭的一番话 及时的给东晋的人们指明了方向 但是得知福坚已经赶赴寿阳 亲自督战 兵马的数量悬殊太大 大都督谢时一时间啊 又拿不准主意 犹豫不决 最终啊 是在谢衍的劝说下 谢时咬着后槽牙拍了板 决定派出王牌部队北斧兵 却放手一搏 这一年的11月 谢玄派麾下大将刘劳之 领精兵五千 趁着夜色直扑洛剑 秦军在洛剑的将领梁成啊 将门胡子通晓兵法 进军距离河边还有十里的时候 这个梁成已经收到消息 并且迅速整兵迎战 但是这伙进兵可实在是太生猛了 一上来就强度落剑 而且极为擅长水陆两棲作战 这一支人马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 秦军的固有印象 几乎是人人一荡尸 一通猛攻 五千破五万 梁成及其弟弟梁云 被直接震战 秦军顿时是不齐崩溃 征服落水 淹死以及被杀的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匪水之战的第二阶段啊 落剑大战 北斧兵大破前秦 梁成所部 是全军覆没 进军顺势控制淮水 辖石之围迎刃而解 福建福荣两兄弟是登上寿阳城头 看到成盛进逼到匪水对岸的八万进军 井然有序 不振严整 寒风乍起 八宫山上是草木摇曳 依稀有千军万马隐藏其中 福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转回头 对芙蓉说道 这哪里像是弱旅 这分明是劲敌呀 匪水之战中的前秦啊 尽管声称有百万之众 但是各路军队过于分散 实际上到达了淮肥前线的只有芙蓉张豪等部 那么问题来了 真正参加了匪水之战的秦军 到底有多少呢 根据禁书资质通鉴 以及健康实录的记载 前锋芙蓉啊 共计二十五万人马 其中有慕容锤的三万人 半路上被派去攻打云城 芙蓉攻占寿阳之后 两城所部的两万人 加上前秦在淮北的地方军三万人 一共有五万人被派到洛建住房 洛建战后 两城全军覆没 福建本人带来的八千青旗赶到寿阳 这样算下来啊 匪水之战中的淮肥前线 前秦共计投入了二十六万的兵力 洛建之战之后 还剩下二十一万 而东进方面 包括池元寿阳的湖宾的五千人在内 共计是八万人马 二十六万对八万 这就是匪水之战中勤进双方的实际兵力 说两国人马在匪水两岸隔阂对峙 有这么一天 一封文词优美的信件 从打对岸被送到了寿阳城 福建福荣打开了一看 说军玄军深入治阵逼水 此持久之际 岂欲战者呼 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 朴与军功缓配而观之 不亦美乎 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 你们远道而来 无非是想一决雌雄 现在老是堵着河岸 算怎么一回事呢 不如你们往后退一退 腾出个空地来 让彼此都能摆开阵势 真刀真枪的打一场 咱们俩呢 骑在马上悠然观战 那该有多美好啊 福建福荣看完这封来信 召集重将到中军大仗 商议对策 多数将领认为 不能答应谢时谢玄的这个要求 保持现状逼水猎震 自然可保万全 但是福建和这些人 意见刚好相反 他认为应该答应二谢的要求 因为这恰恰是 一个可以将其一举剿灭的良机 稍稍后退一点 做做样子 然后呢 趁着他们半度之时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必然可以大获全胜 福荣对此呢 也表示同意 过去有学者评价 这个福建是 只见胜不见败 只见外不见内 肥水之战前夕的这个决定 刚好体现了 他这一性格特点 都是千年的狐狸 既然你能想到半度机制 那谢时谢玄 会想不到吗 如果能想得到 为什么还偏偏要往上凑呢 答案啊 很可能还是在那个朱旭身上 毕竟他仍在秦国多年 获得了福建的信任 又跟随部队来到前线 军中的各种势力和现状 他应该是门清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 双方约定好的这一天 寒风呼啸 天空愁云惨淡 进军的指挥官芙荣 传下军令 全军后撤 把肥水安边 腾出一块空地 对于任何一支部队而言 临阵退却 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人马数量越多 越是如此 命令传达以后 很快这支 二十万有余的军队 开始自乱阵脚 渐渐一发不可收拾 越来越不可控 人们撤退的步子 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急 那个战马呢 不时传出私名 突然不知道从哪 有人喊了一嗓子 说秦兵败 这一声 好似晴天霹雳 越来越多的秦军 开始独鹿狂奔 对岸的禁军 趁势迅速渡河 弃舟登岸 追上去 砍杀落在后面的秦兵 这一幕是 完全出乎芙荣的意料 他催动战马 想要挽回溃败的局面 一个不留神 被乱军冲倒 最后芙荣啊 就死在了乱军之中 前秦的二十万军队 由此大败 自相践踏而死者 碧野色川 晋军是一路追了三十多里 才折返 溃逃的秦兵们 好像惊弓之鸟一样 听到风声鹤唳 都以为 晋军的追兵到了 昼夜不敢停息 风餐露宿 动恶而死者 十之七八 那个谍中谍 朱絮 重新回到了晋军大营 那一声 秦兵败矣 也正是出自他的口 福建 身重刘剑 单继逃回了淮北 这场 肥水之战 以前秦惨败 而告终 前秦在淮肥战场 全线崩溃之后 那些还没抵达 前线的部队 也随之一哄而散 前秦的战争体系 也随之崩解 短短几天 百万雄师灰飞烟灭 一统天下的理想 化为泡眼 各路人马 几乎都在 肥水败后溃散 唯独慕容锤的 三万人马 全身而退 福建在北反途中 带着千余骑兵 前往投奔 慕容氏的宗亲们 一个个兴奋不已 纷纷劝说慕容锤 趁此良机 除掉福建 兴赋大焰 他的世子慕容宝 甚至还 专门提醒他 说 愿不以义气威恩 往社稷之中 慕容锤对他说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人家是因为信任 才来投奔我 我怎能害他呢 如果老天要亡他 我们还怕 没有机会吗 现在不负肃心 正可以此 收取天下人心 左右还有人劝说 但是慕容锤呢 一概不听 并且还把三万人马的指挥权 交给了福建 慕容锤一直以来啊 都是有野心的 非常之实 为人所不能为 这种人是必然能够成就大事的 福建是正在落难 杀不杀他 只在一念之间 这样一个举动 如果被离止成虚伪 也算不上错 慕容锤的清醒啊 在于这样一个敏感时期 如果杀掉福建 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 因此对福建到来 力排众议高调处理 实际上呢 已经是无招胜有招的 最佳处理方式 在慕容锤的护送下呀 离散的军队也越居越多 当他们回到洛阳的时候 已经有十余万之中 福建要继续回到关中 而慕容锤呢 却不想再往前走了 大军行至免持的时候 慕容锤请求福建 让自己返回叶城 理由是河北人民 听说我们打了败仗 一些不回好意的人们 开始蠢蠢欲动 我愿意奉召前去政府民众 顺便去祭拜一下慕容家的祖庙 福建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么慕容锤这一走 在肥水之战两个月以后 就建立了厚颜政权 率领大军长驱直入围困了夜城 慕容锤的弟弟慕容红 趁乱在话音作大 那个过去被福建宠幸的慕容锤 也起兵反秦 有重两万南宫铺板 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 福建开始为自己过度宽人 付出惨重代价 他让自己的儿子福瑞挂帅出征 以斗冲福长为父 领兵五万讨伐慕容红 结果是福瑞兵败被杀 姚长派人向福建请罪 福建一反常态 怒杀使者 姚长畏罪 跑到渭水北岸 拉起一票人马 也造了反 自称大将军大蝉鱼 万年秦王 这就是历史上的后勤 福建一世 倒已宽厚待人 没想到到头来换来的 全是狼子野心 到了384年的6月 福建亲自领兵两万 讨伐姚长 姚长是屡战屡败 最后被福建围困 最要命的是姚长营地 地势偏高 水源被断 当时正值盛夏 人马饥渴到了极点 最后连尿都没得喝 很多人因此中暑而死 眼看姚长要被活活困死 突然啊 天降暴雨 姚长军中得到雨水的滋润 这个士气也随之逆转 趁势反攻 一举击破亲军 听说了慕容冲的大军 已经逼近惊失 福建不得已又撤回长安 到了9月的时候 慕容冲整军准备攻城 福建在城头看到 过去那个给自己 梳头弄枕的俊俏少年 如今已经成了大军之中 万人簇拥的敌人 不由得大声则问 说你这个奴才 何苦来城下送死啊 慕容冲回答说 正因为知道做奴才的苦 所以才要将你去 以而代之 一句话 说的是三分暧昧 三分仇怨 三分决绝 还略带了一点 莫名其妙的复杂情愫 福建又派人给慕容冲 送去锦袍一副 仍然用皇帝的口吻 说到古人兵骄 始在其间 清远来草创 得无老虎 仅送一袍 以明本怀 朕于清安分如何 而于一朝忽为此便 说我过去如何对你的 你这个心里 应该是最清楚的 趁乱兴兵 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吗 慕容冲回答说 说孤近心在天下 岂能在乎你这一袍小会 实际上的 赶紧把我家皇帝送还 我还兴许 能对你服侍宽大处理 一句话说的福建 勃然大怒 说只恨当初 不用王景略杨平公之言 使白鲁赶至于此 悔不当初 显然是 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双方就这样 夹成对质 转眼到了公元385年农历新年 过年了 可是长安城围困日久 城中四处都闹起了饥荒 百姓一子相识 福建在正月宴请群臣 可是大臣家里边也早已经是揭不开锅 很多人把肉含在嘴里 回到家再吐出来 喂给妻儿 当时长安的这个惨状 就是这么个情况 城里面七七惨惨 城外面敲锣打鼓 鞭炮齐鸣 慕容冲 登基称了地 改元更始 始称吸烟 接下来几个月 双方互有胜负 福建有一次身陷重围 全靠邓枪的两个儿子 拼死相救 幸免于难 慕容冲呢 有一次夜袭长安 失败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 全被已经饿疯了的秦军 分尸而食 双方你来我往 长安遍地都是累累白骨 道路为之断绝 千里没有人烟 就在这种情况下 长安周边仍有三十多个弊宝 联合起来每天冒死 向长安城里输送粮食 很多百姓因此被烟兵杀死 我们常说民心是一面镜子 然而战争的残酷 并不会总是以民心为转意 山穷水尽之际 福建根据一句 地初武将九德常 这么一句称语 留太子福洪坚守长安 他自己出城奔武将山方向 准备收兵运粮 最后就在武将山 被姚长派来的骑兵抓获 一个月以后 姚长屡次所求玉玺 未能如愿 派人在新平佛寺 将福建一杀 一代雄主福建 十年四十八岁 节目的最后 咱们来说说 前秦肥水之战的失败原因 以及福建这个历史人物 在性格上的两面性 单纯从军队质量而言 前秦扩军百万 是在全境十丁抽一的情况下完成的 成军时间短 士族严重缺乏训练 军阵的离合进退 各兵种之间的协作配合 等等各方面 全都不尽人意 原有不缺 比如张豪 梁成等部 尽管久经战阵 作战经验极为丰富 但是由于常年四处征战 吃老兵皮 缺乏有效的修正 战斗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而反观东进方面 北斧兵作为东线的主要力量 无论兵员质量训练时间 还是作战经验 与参加肥水之战的秦军相比 都有一定优势 从双方的作战方案而言 秦军的核心 是在进军半渡之时 派出重装骑兵去截杀 但是要完成这一核心的前提 是要在稍稍后撤之后 重装骑兵迅速布好战阵 并做好冲锋准备 而进军的方案 则是在秦军一阵之后 看准时机 迅速突击秦军的前军阵营 至其混乱 使其溃败 相比之下 迅速突阵 更具备可操作性 反观秦军 先后撤再布阵 这个方案实施起来 其实难度极大 古时候冷兵器时代 军阵指挥主要有三种方式 传令兵 京旗 乐旗 三种方式是各有优缺点和适用条件 在白天指挥大型军阵 京旗为主 乐旗为府 部队接到指令以后 会因为各级的指挥人员能力高低 以及军队规模大小 造成时间上的延迟 特别是后退指令 更需要各阵营之间的协同配合 而这种协同配合需要更长的时间 肥水之战中的秦军 一个很致命的不利因素 是至少在怀培前线的将领中 没有人具备 十万以上大型军阵的指挥经验 再加上这个部队 也是临时征兆的 几乎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 这是最终导致肥水战场 溃乱的一大根本 当然原因不止这么一个 其他的比如战前准备不足 个股势力矛盾激化 林林总总这里不做赘述 讲起来一天恐怕都讲不完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去探讨交流 咱们再来说说福坚这个人物 他是一方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带有低足的落后性 雄心勃勃 可惜后期没了王景略的助攻 想王天下却不能虚心纳贱 砖断独行 以仁义治国 却不能分辨善恶 想一统天下 却不顾自己兵疲民辈 一味的穷兵独武 只是想要实现他征服东晋 一统河山的愿望 他是中兴民主 也是王国之君 掌握了王道内核 却偏偏过分宽忍 这和项羽有几分相似 同样有富人之人 但是又缺少了几分项羽 君临天下的霸气 纵观其一生 既有低族的淳朴简单 彪汉直率 又有着汉文化 对他以仁义王天下 以德行治天下的影响 但是在当时 这两方面并没有在他身上 实现完美的结合 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相互作用 相互交错 塑造了一个有着 诸多矛盾性格的福建 成就了一个 充满理想主义的悲壮英雄 感谢您收看 收听风火赵东南的节目 这是曼聊五湖十六国的第十三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 在关修正事 如果喜欢 欢迎把它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 五湖十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